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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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只狗年纪太小 没有经验 不懂战术 而刺猬趁机逃走了 可是没走多远 又来了一只老狗 俗话说呀 这姜还是老的辣 办法多 手段高 有经验 能否撼动刺猬 就只能看这只老狗的了 老狗看了看对象 观察了一下残局 没参与 扭头走了 看来这只老狗在这方面 吃过亏 有过教训 有经验的狗遇到刺猬 一般呢 都是躲得远远的 即便是想戏弄一番 也是如履薄冰 小心翼翼 胆战心惊 因为他可是知道刺猬的厉害 刺猬啊 它这个刺本身就很硬 而且它受到外力威胁的时候 它会你看 缩成个小团 你看一动它 它就一直在缩 缩成个小团 刺猬的身上的刺很硬 很扎手 人家什么猫啊 狗啊什么的 别看它特别厉害 动弹不了它半根毫毛 这位手拿刺猬的小伙子 名叫李继贵 是山东省眷成县 鸡山镇梦庄村的农民 从小就喜欢刺猬 也非常了解刺猬 你看 看那边 李继贵很不一般 能够老早地发现 草丛里有刺猬 刺猬是自然界中 一种外形奇特的动物 为了抵御外敌 进化出了自身独特的 极刺和肌肉结构 成年刺猬 全身约有五千多根极刺 它的极刺质质地坚硬 而且有韧性 这种极刺覆盖着背部及身体两侧 细桥叫刺猬 刺猬的极刺 足有两厘米长 形状是中间粗两端细 上面的末端皆如脉芒 仅这种如脉芒的尖刺长度 也有16毫米 直径不足一毫米 它背部的极刺长得比较粗壮 主要承担着保护自己的作用 而身体两侧的极刺就细了一些 兼有极刺腹毛两种作用 而它的头部 腹部 腿部 则由毛覆盖 当刺猬感受到外来危险时 就会把身体蜷缩成球状 把头部 腹部 腿部 无刺区域紧缩在里面 把生长着极刺的背部 暴露在外面 刺猬还有一个本事 它把自己蜷缩成球状后 还能把身上的极刺竖起来 根根冲外 宛如一个仙人球 它之所以能把全身的极刺竖起来 是因为刺猬背部 极刺皮下的树毛肌肉 非常发达 它通过肌肉收缩 来牵引极刺的方向 当遇到外敌时 它在蜷缩身体的同时 收缩皮下肌肉 皮上的极刺 全向不同的方向竖起 严密地覆盖全身 让天敌是无法接触 这样就形成了 有效的防御机制 这就有了 狗咬刺猬 无从下口之说 刺猬防御方式的进化 是比较特殊 比较罕见的 在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大自然规律中 刺猬将自己柔软的毛 进化为坚硬的刺 把自己的皮下肌肉 进化为能够改变 印刺方向的控制器 把身躯 进化的柔软的 可以蜷缩成团 有了这套本领 才使得刺猬 在生存的竞争中获胜 才使得生命繁衍不息 刺猬是一种 胆小易精 喜欢安静 咒服夜出的动物 它坐窝时 尽量选择在 人少僻静 远离喧嚣的地方 像这样 喜欢安静的动物 绝对不会闲着 没事去逛街 每年的四五月份 和七八月份 是刺猬发情的季节 为了求偶 交配 繁衍后代 刺猬们不辞劳苦 不畏艰难地 四处去寻找 自己的另一半 所以这个季节 刺猬们活动频繁 活动范围也大 有的刺猬 用到迟缓的脚步 翻越深沟 爬上路基 横穿公路 有的 则会死于车轮下 李济贵养殖刺猬 是从车轮下 旧刺猬开始的 那是2007年春的一天 李济贵一大早 出门办事 他沿着公路 行走了不到三公里 就看到有四五只刺猬 被夜间行驶的 汽车碾死 从小就喜欢刺猬的 李济贵心理 产生了一种 说不出的滋味 刺猬是夜行动物 他遭遇车祸 大都发生在夜里 因为刺猬矮小 行动缓慢 穿越公路时 很容易被高速行驶的 机动车碾死 当天晚上 李济贵就骑着电动车 在公路上巡视 遇到爬到公路上的刺猬 就把他赶下路基 李济贵想 这么做 至少能够减少 行驶中的车辆 对于刺猬的伤害 可是 到了第二天一早 他再次来到 这段公路查看 公路上 仍有几只刺猬 被碾于车轮之下 原来 头天晚上 被碾下路基的刺猬 有的又重新爬上公路 晚上 李济贵继续在公路上巡视 这次呢 他不再把刺猬碾下路基 而是把他们拾起来 放到自己的车框里 李济贵所在的村庄附近 纵横有三条公路 每天夜里 他对这三条公路 各巡视五六公里 十几天下来 他从公路上 带回来几十只刺猬 并把刺猬放在 屋后的小院子里 给他们准备了 玉米面 萝卜和饮水 李济贵把刺猬弄回家来 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让他们远离公路 不被伤害 即便不愿意 在院子里待着 跑出去也没事 反正呢 这儿离公路还远 李济贵 一个农村小伙子 在保护刺猬的行动方面 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四面八方的刺猬 汇汇汇集到这里 童类多了 有公有母 不少刺猬就开始寻找配偶 开始交配了 这个刺猬的交配跟球 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母刺猬 到了发情期以后 它身体会发生一种气味出来 然后被这个公刺猬捕捉到 也会发生一种信号 这个母刺猬听到 也会回应了一两声 公刺猬会顺着这个信息 去追它 母刺猬就会在前面跑 公刺猬在后面追 可能追个一天两天 或者几个小时短的 它就会追上发情的母刺猬 然后就会趴到它的身上 进行交配 交配后 有些刺猬顺着院墙的缝隙钻走了 有的则在院子里安家了 李机贵就用砖瓦 给刺猬搭一些窝 在这里安家的多数是母刺猬 两个月后生出了一窝窝小刺猬 这刚出生的小刺猬 它不是这样的 它这个体型是很小 大概有三厘米左右 然后它这个体下 它是白色的 这个刺儿 它刚开始是软的 白色的 经过一两个小时 它这个刺儿 颜色会变得变深 刺儿也跟着会变硬 可没几天 李机贵发现 刚出生的小刺猬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十来只 是谁拿走了小刺猬呢 家里是无人知晓 李机贵想了想 顿感到大事不妙啊 蛇 那十来只小刺猬 很有可能是被蛇吃了 它的根据是 第一 夜间趁母刺猬出来进食时 蛇溜了进来 把没有自卫能力的小刺猬 给吃掉了 第二 自己曾经多次在自家附近 看到过蛇的出没 而且不是一条啊 果不其然 第二天 院子里出现了一条 凶猛的大王蛇 这条大王蛇 无所畏惧 在光天化日之下 像有小刺猬的刺猬窝靠近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刺猬与蛇展开了一场大战 刺猬发挥兵多降广的优势 轮番出击 实施车轮战术 有的刺猬在蛇的面前形成一道墙 挡住蛇的去路 并且不时地弄出些动静 对蛇进行袭扰 有的刺猬是左右出击 与蛇死磕硬碰 搞得蛇是顾得了钱 却顾不了后 经过一番较量 蛇见势不妙 飞升而逃 可是这里 已经有重兵把守了 肯定没有战 最后刺猬把蛇逼进了一个死角里 竖起身上坚硬的利刺 用不温不和的攻防战术来骚扰大王蛇 大王蛇忙于应对 频频进攻 最后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 奄奄一息了 这就是以防对攻的刺猬战术 刺猬战胜的蛇是刺猬的本事 而咱自己要防患于未染 李济贵把围墙下的凤堵死 防止蛇的进入 小刺猬一天天长大 李济贵也非常高兴 就在这时李济贵被举报了 说他非法饲养野生动物 当地林业部门的人按照举报线索来到了李济贵的家 果然这里有不少刺猬 他们对李济贵说 刺猬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不能够私自捕捉和养殖 李济贵说 我把刺猬放在家中 就是为了保护他们 于是他把到公路上旧刺猬的经历说了一遍 林业部门的同志听了以后很受感动 他们看着刺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又有固定的场所和设施 就对李济贵说 刺猬是经济价值很高的动物 你申请办理野生动物训养繁殖许可证吧 把这当作一项产业来好好发展 在林业部门人员的帮助下 李济贵把各种手续办全了 从此走上了刺猬养殖的道路 把养殖刺猬当作一项产业来发展 就得提高管理档次 在野生刺猬 在野外到处划到处钻 身上有特别多的细菌病毒 这个刺里面也有很多的满虫 像这个皮虫跳槽 我们要先给它杀菌消毒 李济贵用兽用消毒剂和杀虫剂 给刺猬做全面的消毒杀虫 避免病毒的传播和各种体外寄生虫 对于刺猬的叮咬和折磨 让刺猬生活的干净舒适一些 李济贵把刺猬的伙食安排得很不错 把鸭肉加工的下搅料连骨头带肉搅馅 再加上自家地里产的萝卜南瓜一同搅碎 然后和玉米面掺在一起 这个鸭骨架要占50% 蔬菜占25%跟那个玉米面占25% 比较均匀了 这就是刺猬主餐 因为刺猬是杂食动物 能吃的都吃 荤素都进 伙计们开饭咯 晚上开餐 一天一顿很省事 这只刺猬啊 一看就是感冒了 看一下它的鼻涕 鼻子部位哈 这个水水分渗出来特别多 证明流鼻涕了 那个眼睛哈 已经有很多的岩石 已经可能有点发炎了 这个是治感冒的 咱要给它碾碎了 这是这种消炎的 咱跟它混在一起 就在李济贵 忙碌着养殖刺猬的时候 村里的老人说了 刺猬是八大地贤之一 行踪很诡异 没事千万别碰它 这句话在当地农村 流传了千百年了 刺猬身上发生的怪事 也每年在乡间里出现 农村经常发生这样的怪事 把桌刀刺猬扣在盆里 或扣在筐里 到第二天找人就不见了 这筐也没坏 盆也没坏 这刺猬哪去了呢 这一直是个谜 这两天呢 经我们的观察和实验 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这个塑料箱有三斤重 我把这刺猬呢 哎呀 抓住 我把这个刺猬呢 扣在这个箱里头 然后 我把这个四面瓦 当这个穿状物 一会儿奇迹就会发生了 在外面自由惯了的刺猬 被扣在塑料箱里感到很纠结 于是他想方设法要出去 他想方设法要出去 累了 休息片刻 继续 我把这些的这些 我把这些刺猬拿出 我们再把这个刺猬 拿出 完镖子 我把这些刺猬 做得很大 这样子 我把这些刺猬 出品的刺猬 刺猬把这个三斤重的塑料箱硬生生地顶出去了三十厘米远 而且巧借这块十棉瓦一角为自己撬起一条逃生之路 这就是刺猬求生的本能 与传说中的地先没有关系 刺猬这种逃生术 李济贵与刺猬打交道后就明白了 刺猬之所以逃跑是人们给他的活动空间不够 限制了自由 因此李济贵给刺猬留出了足够他们活动的空间 里面种上树木 用街杆枯叶堆上几堆大大小小的草豆 尽量地把刺猬的活动空间模仿得跟野外一样 为了避免刺猬间尽情繁殖 李济贵从东北引进了一些种刺猬 与本地刺猬杂交 两地刺猬一结合 您猜怎么着 出现了让李济贵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一个比较耐寒 比如说本地刺猬它是十月中旬就开始进入冬眠了 但是这个杂交刺猬它要十一月过了以后 它才开始冬眠 杂交品种它就复苏得比较快 在二月底跟三月就开始复苏了 刺猬冬眠期缩短了 它的生长速度也加快了 本地刺猬它以前的话需要将近半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长成个 但是咱那个基本上在四个月以内 它就可以长到二斤多就是成品可以出售了 有了杂交优势 加上冬眠期的缩短 刺猬的繁殖率自然就提高了 它以前的话是一年的话 就是一到两胎 杂交品种它每年的话就可以达到三胎 几年下来 李济贵在他的养殖场繁殖了一批又一批的刺猬 效益也非常可观 因为刺猬皮是一味中药材 你这一年的生产多少张 现在我们这个养殖场一年都要生产大约在两万多只刺猬吧 那这一张皮能卖多少钱 现在能卖到三十多块钱 四十块钱这里 刺猬出生都长了成皮 实际上成果能够多少 十七块钱吧 我们粗料算一下就是十七块钱 一只刺猬 这小小刺猬既有求生的绝招又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但是刺猬这些绝招在我们人的面前还是显得微乎其微 要想在刺猬身上获取利益 您别忘了 它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必须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 去走人工养殖的道路 进行科学养殖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其他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它到底养的是什么东西 会吓得记者落荒而逃 一平方米养殖两万多只的蟑螂 这些让人厌恶痛恨的东西 它凭什么说这是它的宝贝 为什么还会有人找它买蟑螂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